正在竞选第六选区国会众议员的孟昭文 一号获得纽约市长彭博的背书支持 此外 正在竞选州众议员的共和党候选人任百年 近来频频在法拉盛华人社区进行拉票活动 自一号起 马不停蹄拜访了各老人中心 向其老拜票呼吁选民的支持 11月6号的普选正在竞选国会众议员的孟昭文 又获得纽约政坛大佬的背书支持 据孟昭文竞选办公室向媒体发出的信函指出 纽约市长彭博一号表态背书支持孟昭文竞选国会众议员 据了解彭博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极具影响力 事项背书支持也将为孟昭文竞选国会议员又增添更多的力量 这也是继日前孟昭文获得国会参议员书末 即纽约市制服消防员工会背书后 又一次重大的政治大佬的背书支持 孟昭文感谢市长彭博的支持 并表示 在周一会里 时常有时也必须像彭博市长一样做出困难 但必要的决定 他会把这样的习惯带到国会里 此外 正在竞选法拉盛40选区周中原的共和党候选人任伯年 近来频频在法拉盛华人社区进行拉票活动 不但在街头拜访商家 自1号起又马不停蹄地拜访各日间老人中心 向其老拜票呼吁选民的支持 任伯年1号与家人及义工拜访了法拉盛41大道上一家日间老人中心 收到该中心经理张彦秋及众多其老的热烈欢迎 竞选团队一行人也携带两项柑橘送给老人中心家菜 并强调要为社区长者争取福利 任伯年的夫人谭小慧也在会场上为其老门办理选民登记的注册 任伯年在上周五与竞选团队拜访了法拉盛数家社区商家 包括多家华人经营的餐馆 糖果店以及法郎及家电用品等 任伯年将商业代表会面并了解他们生意情况及面临的问题 也提出了应对的解决方案 许多商家代表都是 首次与任伯年会面并对他的诚恳态度留下了好印象 也有代表表示要支持华人参选 任伯年说将在近期内继续拜访法拉盛社区各企业 希望透过面对面的交流 直接了解法拉盛社区的发展 为民众办事 任伯年的办公室 地址在法拉盛有连接31-22号 电话为718-445-8818 华与电视记者杨展天纽约参访报道 一位敏集餐馆主数年前遭人骗取装修费用 今天他带着私下签署的合同来到华部找律师咨询 不过却被告知合同缺乏详细资料和英文证件 恐怕不具备法律效应 这位敏集餐馆主今天来到了美国华人餐饮业协会 向那里的法律专家进行咨询 他告知2004年时 他家被于新泽西的餐馆雇佣了一位熟人负责装修 装修公司收取了14万元费用后 却没有按照合同完成工程 餐馆不得不再拿出三万多元 雇用了另一家装修公司完成装修 这位业者拿着当时和装修公司拟定的中文合同 希望能够通过律师向装修公司索取损失费 不过负责咨询的江律师表示 中文合同恐怕不具备法律效应 请人家做装修的时候 必须要知道这家公司所有的利用特件 意思就是说在政府那边有没有注册 有没有买保险 买意外保险 还有工商保险 还有老板的驾驶线卡比 还有最后最后就是要老板做一个私人担保 这种的话呢 你就不怕给人家骗了 也不怕老板怕溜了 江律师说 类似这位餐馆业者的受骗经历在华人社区十分常见 他呼吁民众不要因为不了解法律就草率制定文件或合同 一定要找寻有经验的律师负责文术工作 这样才能达到通过法律制约不法人士的效果 华语电视网信坤采访报道 为了吸引更多在美商家到马来西亚投资 马来西亚驻纽约投资发展局计划在本月中旬举行招商研讨会 其中高科技技术板块是马来西亚政府特别扶持的对象 马来西亚驻纽约投资发展局今天在华部举行记者会 介绍了即将于10月15日举行的招商研讨会的详细情况 马来西亚驻纽约投资发展局专员Iham介绍 2011年马来西亚吸引的美国投资项目达到1050多个 项目资金达到了200多亿美元 在研讨会上商家们将了解到马来西亚政府 在高科技电子医疗设备等领域推出的各项优惠措施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资金及有专业技术的人员到马来西亚投资工作 阿罕表示这个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介绍马来西亚的投资机会 同时也将介绍马政府对外商的支持 美国马来西亚华人工会俱乐部也在记者会上呼吁 有兴趣的华商直接和俱乐部联系 免费登记参加招商研讨会 华语电视网新坤采访报道 为庆祝双十国庆 中华民国乔委会特别派出群星舞动庆双十访问团 日前分别在纽约及新州各演出一场 由于该团网网了台湾知名艺人 怒义禅 方芳 陈凯伦 郎祖云 苏佩 吉星歌王 荒山亮等好手 共吸引了上千乔包前往观赏 国会派出的群星舞动庆双十防卫团 29号在新州的演出获得乔包的热烈回响 包括驻女约台北经文处副处长孙行仁夫妇 由于乔教中心主任张锦南夫妇 乔委员林应均等近一千 中外艺民众踊跃出席观赏表演 晚会活动在主持人陈凯伦的 《两只蝴蝶歌声》中揭开序幕 接着由主办方新州北部 美华联会会长周明昌上台致辞欢迎 在向团长乔委会参事郭大文互赠牌变后 晚会正式展开 正在台湾偶像剧 罗斯小姐要出嫁扮演仙姑的狼祖云 在摆门之中抽空参加演出 在舞台界有千面女郎支撑的狼祖云 一出场令观众惊艳 一身摩登女郎的打扮 演唱热情的沙漠和客家歌曲会舞 令众多客家相亲又惊喜又感到亲切 而在今年以荣获二三届流行音乐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 荒山亮 在访问段名单入选后 押宝获奖双喜临眠 而他在会中演唱干一杯 即得奖作品天荒地老 其中天荒地老为纪念他已故母亲 歌声充满了思念母亲的感情 引起观众的共鸣获得热烈掌声 长相甜美又擅长小调的苏沛演唱西湖畔满场飞 并与陈凯伦现场的极性金剧念唱十分逗趣 也充分了展现自我的才华 三人也特别透过华语电视向观众们问好 各位华语电视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荒山亮 很高兴这次来到美国 然后做一连串的这个巡回的表演 哈喽各位华语电视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苏沛 你其实不用蹲低啊 你已经蛮低了 你不用管他会跟你搭好 我是郎祖云 晚会中副团长方方的单人脱口秀 是当晚的高潮 他以身材自我解潮 又微妙微笑地模仿台湾知名艺人 令观众大笑开心不语 其中以模仿崔台青杨丽花等知名艺人的神采 十分的传神 各位亲爱的弟兄们 那么继续为您唱一首 君歌 成在我们的肩膀 写在我们的胸膀 而退居末后 已经有20年没有在舞台露面的女王风之称的路易产 压轴唱了再看我一眼极可爱的玫瑰花 面容交好身材凹凸有致 令众多的侨胞经验 整个晚会在全体大合唱中华民国颂声中完美画下句点 会后主办单位也为即将调任新职的驻纽约经文处副处长孙锡仁夫妇 举行了感恩及欢送餐会 并由会长钟明昌颁赞感谢奖牌及纪念品给副处长孙锡仁 众多侨胞永远出席并与演出人员合照留念 让演出人员对侨胞的热情都留下美好的回忆 华与电视机者杨展田纽约采访报道